另一个方面呢 近身和人体的紧急学 无知即处关系来理解 也就是从行神关系上来理解 那么行是神的无知即处 神是行的既能表现 因此 当近身因素调食能力差 他受到外界的因素干绕 这时候他人体就很容易表现出 他的脏腹技能 表现出紧急学的技能活动 发生障碍 容易表现出脏腹技能失调 容易表现出紧急学 紧业这些无知的运动和技能 出现异常 尤其是对于起勤之兵 近身因素取得很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强调人的近身状态 实际上就是他的心理活动 这是咱们所说的 印象到人体发病 那么从起勤之兵如此 那么根据现在的研究 临床的观察 人的近身活动 不单对于勤之之兵 微上心之病因素有重要的作用 而对于 微干心理之病因素 同样也会产生着一定的印象 咱们发现 那么无过说 这个人心理状态平和 那么心理素质比较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己怀有柳银之兵引素 产生 己怀有柳银的之兵引素 要作用的原体 那么无过人处于一种近身 心理活动很正常 近身处于一种兴奋状态的时候 他能够交通他的真气 是他的真气充足 不容易得定 那么这里也表现出 近身因素对真气的一种挑食 皇帝雷锦苏文 商工田的论长就明确的指数 说田诞喜如 正气从智 近身雷术 并然从来 他就强调了 近身因素和真气之业的相互作用 所以良好的近身状态 他对真气是一个真相的条件 是真气的 抗予邪气的能力 出于一种伤身状态 不良的情绪 不良的近身状态 无论是一域形的 或者是你现在很烦糟狂糟 那么他都会对人体的真气 是一个浮相的条件 也就是负面的印象 是真气的 康兵能力受到已知 因此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 对于 心理状态平和的人 同样是一个人 对他的面移技能 各种的面移质量进行测定 当他的心理状态 出于一种平和状态的时候 他的面移技能 出于一种真相的作用 当你近身状态 出于一种疑郁 或者近身状态 很不平稳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真气力 你人身体的面移技能 是受到已知的状态 以保护心的意知 而这种意知 那么不利于抗血 那么从这里也泛争了 皇帝危机当中 所说的 近身雷兽 兵暗从来这句话 说明了近身对于真气的印象 这是咱们所说的 印象疾病的这个 法兵的引肃 勒在这环境当中 与法兵当中 第二个方面就是 见识状态 第三个方面呢 遗传因素 实际上 遗传因素 和前面所说的气质 有密切的关系 咱们除了上面 所说的 印象人体的气质 气质的因素 取决于咸田 是咸田获得 并且得到呼田的印象以后 表现在人体的形体结构 技能状态 心理活动 这方面的一种 相对问丁的特质 咱们把它叫做体质 很显然 一个人的真气的强弱 取决于咸田 当然 呼田引肃 印象 也是不能忽视的 那么这里所说的 遗传引肃 除了梯子当中 所谈 降到的 为什么以外 还有咱们 咱们所说的 兵印当中的 咸田性的 殖兵 引肃当中 所说的 遗传引肃 那么 无过说 遗传的引肃当中 像咱们所说的 很多的疾病 都与 遗传引肃有关 像咱们所说的 高学 另外 晋身病 电弦 像逐次类的病人 都是与咸田引肃有关 那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 呼田也可以获得 咸田引肃可以通过 呼田来补充 呼田来调食 但是 作为研究 发病原理来讲 作为一个临床医生 在死靠 发病 印象 发病引肃的时候 那么也应该 考虑到 他的先天因素 另外呢 在胜利上 一些特殊的 一些编医 也会对于 发病产生 一定的印象 这是咱们所说的 印象发病 为主要的因素了 那么在临床上 就发病情况来讲 有那一些 发病的基本的 勒形 那么发病的勒形 表现在 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种发病类型 就是突然发病 干血就离击发病 那么这种情况呢 大部分柳因血气 缩上的时候 一般干血即发病 另外一个方面 像各种的歪伤 当歪伤的因素 直接作用到 人体的时候 无论是咱们所说的 解喷 我治 或者是重收 所上 或者是扫堂上 那么这些因素 作用着人体 以后 理解出现相关的症状 还有中毒 这里所说的中毒 就包括了 说中毒 它就恨黑 就出现了症状 这种情况 叫醋法 叫做干尔疾法 立即出现临床表现的 这是咱们所说的 第一种情况 法病类型当中的 第二种情况 叫做福尔厚法 建称为福法 福就是欠福 就是治病因素 侵犯到人体以后 不理解硬气症状 它会欠福一丁阶段 那么欠福一丁阶段 这个时间又长又短 欠丁 欠福起长断 又决定状 邪其勤务到人体 这个法病欠福起的长断 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那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方面是取决于 治病因素 本身的心智 另一个方面 它取决于人体真气 在欠福起 这个真气的 能不能继续 以致着这个病邪 因此 永然取决于邪真双方 这时候 根据今天对于法兵 福尔厚法的观点的人士 取决于治病因素的心智 取决于人体真气的强弱 正于又这一条 所以我在刚才 补充了法兵原理当中 第三条当中的第三个方面 那就是 邪真之间的斗争的身负 决定着法兵一部法兵 第三条就是咱们谈到的 伏法的问题 就是邪真之间 在欠福这个阶段 邪真之间 施君理敌 真气能霸 邪气气 已知 这时候他欠福可能长迷信 甚至总是欠福而不出现真状 那么咱们今天所看来 决定着 兵写的就是法兵过程当中的福尔厚法 第一个方面咱们刚说了 是决定于治病因素的心智 那就是你今天出现了真状了 实质上是今天可能以为 受寒弄刺激以后 已经在七天前你已经比 甘冒这种致命因素作用了 甘冒这种致命因素 已经在体力欠福了 尽量还能以刺激 是你几体的免疫功能 真气力防御器功能 处于一种 保护性已知状态 处于一种降低状态 这时候就出现真状了 另外咱们说说 将狂劝兵 他的欠福气 他的欠福气通常是在一个月左右 那么狂劝兵通常又称之为是 控睡兵 就是兵人不能挺到睡神 甚至兵人到 甚至当他寝心的时候 这时候甚至你朔睡 他都会出现抽出 挺到流睡的神 你刀睡的时候的神 他就会抽 引起他全身抽动 所以你把它以称之为是控睡兵 他的欠福气 就是一月左右 另外咱们说说的 破伤缝 中文上说破伤缝 故人用的 勿护嘴讽散 就治疗破伤缝 他的欠福气 也是在半个月一伤 我说说的 为什么我说说还确定这是从邪气的心智 不同心智的因素 不管是狂劝 或者是破伤缝 或者是咱们说说的 病毒性感冒 欠福气可以 可以是 刘七天作用 欠福气可以一个月都作用 咱们说说的麻凤病 他的欠福气可以很长 他可以是 纪念 甚至 一二十年 所以麻凤病的欠福气可长 有的人就可以是 麻凤病 麻凤干军的取代这 可以终身不出现麻凤 这样的阴状表现 为什么会出现 长和断 就是取决于 双方 一师 邪气的心智 而是 人体真气的强弱 那么皇帝内进当中 就已经闪熟了 有腹血法兵的管店 像咱们说说的 苏文 仅规正言论第四当中明确的致数 洞上一寒 蠢比兵位 瞎赏一树 秋笔节月 春上一凤 瞎省顺鞋 这都是高宋文明 跟什么问题呢 就高宋文明 他的欠福地 春天上了凤鞋了 在春天没有出现 伤风症状 没有出现 风吻 到夏天 出现歇歇笔 瞎赏一树 比树鞋所上 但没有出现 中树的致庞表现 到秋天的时候 出现瘧疾病 秋上一室 动声咳嗽 秋天 比视邪所上 没有当地出现 视力冰针 而到了冻天 出现 咳嗽 其转咖坦 冻天 比寒邪所上 来年 出现了 春天 出现了 吻病 这都是 谈刀的 是一种 辅邪法兵 所以 苏文 尹阳一乡 大乱把 这种情况 用尹阳学手 加以介绍 他叫做 重阴 必阳 重阳 必阴 春上一寒 动上一寒 动 输阴 寒邪 输阴 到来年 出现 文兵 就是属于 重阴 必阳 春上一封 下省 村邪 那么这里就强调了 咱们所说的 用内进当中 苏文 引阳一乡大乱 用 引阳 转化的原力 来解释 辅邪法兵 所以 对于 福尔厚法 这种 辅邪法兵 福尔厚法的 这种 法兵的畏性 应该从 两个方面 理解 印象到 福尔厚法 是一是 来自于 学习的心智 来确定的 而是 取决于 人气 在 邪气 欠伏起 真气的强弱 还是 取决于 邪真 双方 这一样的 关系 那么 第三个方面 是 徐法 徐就是 换慢的 这 七明明要换慢 那就是说 干邪以后 就开始出现 症状了 但是 症状很轻微 症状 随着十年的 退役 逐渐加重 将咱们 所说的 一是 所上 将咱们 所说的 兵力 沉沃心 治兵引速 弹役 一切 它这些法兵的过程 都是比较 换慢 不是很拘谨 不是很拘谨 而且呢 弃兵 以及兵陈 都比较换慢 法兵 法兵类型当中的第三个 是 激发 激发 相对于原法 相对于原法兵 什么是原法兵 当 治兵引速 作用着人体 以后 不管是 嵌浮 或者是 当机法兵 所运气的病人 那就叫 原法兵 那么 所谓的 激发 就是在原法兵的几处上 它又出现了 新的一些 它产生了一些 心理兵力 参往 那么这心理兵力 参往 又引起了 新的相关兵针 而后来出现的兵针 是以前一个兵针 作为前提 作为几处 而后一个兵针 是前一个兵针的 必然的验发的结果 因此 对后一个兵针来讲 就称为激发兵 你想 勒进当中 作说的 高粱之鞭 足声搭定 共犯的皮肤感染 瞎之溃痒 它就激发一小可 像咱们今天作说的 就是唐尿兵 后期活兵的 出现的 激发性的皮肤感染 出现的 唐尿兵 念地兵出现 是实力辖僵 甚至出现 完全丧失 实力完全丧失 像这种情况 就是属于激发 那这就是激发兵 一定是相对原发兵 实在原发兵的起初上 又重新产生了一个性的兵针 而这个性的兵针和 原发兵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因果关系 像咱们说说黄弹兵 最后出现的故障 协同最后出现的故障 那就是说原来的协同黄弹 是导致故障兵的一个原发兵 而故障是原来的协同和黄弹的激发兵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咱们所说的前提和结果的关系 第五种发兵类型 就称之为伏伏 伏伏伏的意思 就在疾病的过程当中 那么咱们通过一定的治疗 是这个兵针明显的换界 甚至症状消失了 但是后来因为 目中隐苏的印象 是原来的兵针重新栽先了 而且再次出现的这个兵针 它出现的相关临床特征 和原发兵针 前期的兵针完全是相同的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 原来的兵针再次复发了 再次发作 它发作以后和原来的临床表现 临床过程 基本相思或者相同 这种情况就成为伏伏 伏就是凡伏的意思 那么伏伏兵一定要注意和 原发兵与激发兵之间的关系的区别 原发兵和激发兵 原来出现的兵针 之后了 或者没有完全之一 导致了新的兵针产生 而新的兵针在临床表现上 与原来的兵针有明确的 以后关系 但是后来出现的真装 和原来的兵针出现的真装 是不一致的 这就是原发和激发的关系 而伏伏 它也有原来的出现的临床表现 后来分属后出现的临床表现 和原来的临床表现是已知 这种情况就叫伏伏 这种情况就叫伏伏 这种情况就叫伏伏